拉着嘴巴喷火 喝热水试试看 喝烤热水试试看 吃过辣椒的人都知道 要喝什么水 冰水 对了 到底就很简单 那个时候要喝冰水是对 你喝温水和热开水 你会火山加油 你会舌头痛 你会受不了 麻辣火 这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中国人的 所以你看西方人讲的是营养术 西方的营养 你看我到大学 我跟他们营养学习的来上课 他们问我 我们这个西洋懂这个吗 你就挤这个例子 他觉得好像对 是不是对啊 中国人讲的是功能 就是能量跟信息的医学 西方人讲的是物质的医学 没有谁对谁错 都讲到一半 中华自然医学 两者拿起来用 好了以后你们就要注意了 热的吃 冷的吃 跟他的行为有关系 熟吃 生吃 有关系 如果以西医的营养学来讲 西方医学营养学来讲 一个萝卜 一个生萝卜 一个熟萝卜 那有太大差 顶多他说煮熟以后 他有些营养流失了 因为高温的关系 很多维他命消失掉了 很多酵素活性不见了 他顶多是这样的 但是中华自讲说 这是热的 这是温的 这是寒的 他没知道道理 对吧 他就没知道道理了 那存不存在 就存在 还有一个顺便讲 苦寒 无声 刚温无降 这个就是食物 大家要注意 一个便秘的人 是笑的问题 笑的问题 笑的问题 吃干温的东西 吃甜的 吃热的 会便秘得更严重 要吃什么 吃苦寒 比方人家吃点苦瓜 吃点这些东西 但是又要搞清楚了 又要搞清楚了 那我这个人真的是 有的人是表面是寒相 但是内在是热相 你看不出来 所以就要把面了 是内热 大家都知道 无际而比凡 对不对 内热过程产生寒相 所以他们几个跟你讲 什么寒相 那个是笼筒 那个只讲到表面 还有讲寒 什么寒 哪里寒 担心皮肤在哪里寒 是阴烯的寒 还是阳烯的寒 寒在哪里 这个都要分辨 这个就是耳后 大家 我们在过期 只是上了18个小时的课 很困难 所以耳后的中级帮 中医的基础 务必务必是自然与学的根本 真的 但是如果你只学了中医 你不懂得这些 这些什么酵素的 维他命的 这些知识 你不懂 你还是有限 你还是有限 真的有限 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 就两个拿起来一起学 这里就讲到 要的定义是很简单的 在我们自然学里面 不能说别人的不是要 毒药也是要 毒药在必要的时候 是有用的 我们要谈的是 中医的三品 三品中品下品 我们要用到的大部分是三品 在自然与学里面 因为第一 我们大家不是医生 你用醋是不太好 所以你尽量用到三品 我们等一会儿 我就告诉大家 我们的三品怎么用 我们显摄的哪些东西是三品 最后最后最后 先讲个治疗注意 注意看 什么叫做治疗 食品有没有疗效 食品的疗效 跟西药的疗效 西药的疗效 就是加冰快症状处理 高血压 降血压 高血脂 降血脂 发烧退烧 疼痛止痛 是直击了蛋的控制症状 不管阴在哪里 因为它对 不是对症 而不对阴 所以一般老百姓都讲 治标 没有治疗 中医也好 治癌 大血血也好 是针对阴 就是刚才是关火 火一关 这里几次情况 清除病因 断除病因 化解病 造成疾病的基本条件 减少或消失 疾病它是一个现象 它是个结果 有结果 有果必有阴 对不对 四处必有阴 阴在哪里 这就是我们是去化解阴 所以一个是对阴 一个是对果 所以此疗分 彼疗 此字分 彼字 此要分 彼要 不来会我一谈 就这个道理 这些东西你们搞清楚以后 我们下面的实践 才是有一记的 好了 这些就跳过去了 来我给你们看这一 这跟我们有关系 体质 我想把这个体质讲完 我们在那里谈 我们用什么方法 任何疾病 是不是不跟体质有关系 跟体质有关系 那体质是什么呢 各位体质是什么 很难说 从今天请大家做个记录 你就把它记录下来 你有机会碰到任何医生 尤其是学医学的 不管是教授 不管是医生 不管他是什么 只要他认为他对健康有了解 你就请教他 健康是什么 体质是什么 你就把它记录下来 你先不要加自己判断 你不要说 这个什么 和射宅讲什么 你不要讲这个 我讲的也不是标准 你就会去看 就像自然学是什么 会问十个人有十种说法 你问体质是什么 有些时候 可能也会问出十种答案 你想想看 这些最基础的问题 都没有很明确的表达 我整理 怎么看病 我不瞒你们讲 从我开始 接触医学的那天开始 我都会问一样的问题 我是归纳了 从我16岁到今天的 几天的时间了 算不少了吧 在2008年 我才开始系统的开始整理 整理完毕以后 我再去碰到不同的老师 再跟他讨论 当然第一个讨论 就是我先请教 我说王教授 在你的立场 你没思考过 体质是什么 他说你不问我 我倒还觉得 好像不是回事 你现在问我 我还一下子 打不出来 该怎么表达 这真的结果 结果呢 等到差不多的时候 那他就反问了 他说 好呢 老弟啊 你既然会问我 难道你有什么看法吗 当然我不能说 我说得对 我说 你看啊 王教授 我认为啊 体质是什么 很难表达 那有的学中医的人呢 就说 哎呀 你看中国来不是讲的吗 四载八干吗 阴阳 含乐西是阴阳表皮吗 我说没有错啊 这是不同体质的表达 表现啊 它依然不是体质是什么 那是体质的分类啊 是中国人的分类 但是体质是什么 还是没有表达 哎 他想 哎 对哦 想了一半点 我是这样跟这些老师们讨论 好了 整理来整理去 那就是这样子 不是唯一标准 但是要告诉各位 这可是在七年的自然医学 首届大会 开了三次公厅会 超过三百学者专家 到最后一天认同不认同 认同不认同 归拉出来的最大公历属 好吧 所以超好是我离的 讨论是通过了 诸多的公厅会 诸多的学者参与 最后把它定位在这边 定位在这边是什么意思 请大家注意看 这很重要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体质啊 是什么 我们用中国人的话 叫精气神的综合表现 其实也就是 是各个机能的 我们身体的各种机能 各种机能的综合表现 那这个综合表现里面 它含有哪些因素呢 含有归纳一下 大队 第一大队 我们要知道 第一个 这个除跑不了 中医家的病腹 先天 这个占多少比例 各位占多少比例 有没有想过 占多少比例 很难说 有的研究说占了百分之六十 有点夸张 哈佛大学做了很完整的统计研究 所有疾病跟DNA可能有关系 你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 有多少一定是因来而易 不过它是存在 所以先天是第一 第二 体内的酵素 这个大家就有兴趣 这就跟我们有关系 为什么今天酵素热 酵素 酵素就是各种身体里面的酵素潜 这跟我们DNA编码有关系 跟我们的身体各个条件有关系 酵素潜能的强弱多 这是很关键 年纪也轻 酵素活性也大 年纪也轻 酵素潜能的量也高 年纪也大 慢慢就好手 这是一个 有关酵素的部分 就是在我们以后的课里面 是一个重头 会占好几个学分的分别 还有呢 我们人是以维生物共生物 科学人 一百二十五期 以细境共享人生 这个呢 在过去 我们医学研读的时候 就是细病自病 谈到有害为生物 很少研究 很少研究 有益为生物 而其实地球上的为生物 其实没有好混 只是他没有各安其味 错位的时候 造成了 造成了伤害 各位 习以假的优门感境 造成胃溃疡 得论会有医学家 对不对 你看又讲对不对 这种问题都是很伤害 又对又不对 不对的地方 这就是 其实 优门螺旋感情 对我们的胃酸的调控 是非常有办法的 这是另外一些科学家 同样对优门感情 就有不同的研究 他们研究的对不对 都对 不同层面 所以 就要看 优门螺旋感情 能够耐强酸 是在所有微生物当中 是少数 如果没有它 可能我们也不接它 要告诉各位 很多的有害菌 就是 让我们身体之所以 还可以有 对外的适应力 所谓的抵抗力 免疫力 跟这些我们认为的 腐败菌 坏菌 对关系 但是它太多 我们会生病 如果没有它们 我们没有免疫 就像一个部队 总要要抄抄兵 它就是让我们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 有个抄兵的机会 否则我们体内的整个免疫系统 我们的三斤将士 天天睡大觉 打瞌睡 打麻将 根本不会打仗 就完蛋 这就是外境的好处 这些文章呢 我想我会整理 整理文章以后 放在网站上 那大家一定要看 所以你看一个孝数 一个益生境 都是很重要的 这个都是 然后要深入 多几个学会 要来了解 第三水 阳光 空气 水 我们70%是水 一个受精卵 90%是水 我们一个小白饼 加近91%左右是水 当初生的一 到网站上